小红帽正在给外婆送东西 却遇到了大灰狼 那天妈妈让小红帽给外婆送食物 小红帽发现重备要死 立马就把冰和啤酒拉了出来 妈妈交代要走大路比较安全 小红帽吐槽 你真是个好妈妈 让自己的女儿抱着生命危险 走68英里的 很快小红帽出发了 走了许久之后 遇到了大灰狼 灰狼陪着他一起去外婆家 小红帽问 你和三只小猪有什么恩怨 为什么要吹掉他们的房子 灰狼解释我并不想吃他们 其中一只猪是我女朋友 但他似乎和其他的灰狼有点什么关系 想要找他问个说法 随后小红帽因为要拉巴巴 和灰狼分开了 外婆家有人敲门 灰狼骗他说自己是小红帽 快小红帽来到外婆家 灰狼承认自己就是狼 还问小红帽为何要抱怨 因为自己才是故事中 会被侨夫劈成两半的主持 侨夫迅速离开 可他好像不是什么英雄 而是一个电剧狂魔 yeah he just did it again i think we should i think we should call somebody